而类似的示威器部分 用的器件全是熟面孔 没有一个生批货 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把这些电路元件 好好的过一遍 来一波硬核解析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咱们这一期视频就是拆解这一个 行家的充把灵动M30 很多老铁在评论区都说啊 这个跟绿连的怎么这么像 它其实跟绿连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 首先它的充电口它是2C 2A 它支持融合快充 还有这个插头部分它是新国标的 而绿连是老国标的 还有它C口盲插最高支持30W 绿连只有20W 就这三点不一样啊 喜欢咱们这种硬核车财视频内容的老铁们 记得一键三点点赞关注投币桌际 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 咱们话不多说 来拆解这一个行家M30新国标的排插 这个排插拆解的话 我们先从这个面板下走 面板是扣上去的 咱们把它挑开 这块面板上面有PC的标识啊 主燃材料 主电源线的这个护帽把它拔出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盖子怎么把它撬开啊 两边慢慢撬 这种双层壳底非常的难拆啊 做工也是非常的扎实的 终于把内部的结构给它撬出来了啊 这个好难撬啊 这个透明的塑料是映射灯光用的 这个安全门设置的很不错 内部有一根弹簧 把这个塑料片压住 这两个就是两孔插角的四个安全门装置 单极防插入 防止误插入触电 两个五孔插角有一个挡板 上面一样都有PC主燃材料的标识 卸掉压线器上面的螺丝 这边就是用来压住220V交流输入线的 现在可以看到内部有很多的铜牌 这是五孔插角 对应着底部就是两孔插角 我们先把这个线篮给它剪掉 插板的外部壳底 把外皮剥开给大家看一下 来看一下 这个做工是没话说的 非常亮的子铜的铜丝 而且这三根线全部都是一平方的线篮 没有缩水到0.75 行家的做工不会让人失望的 充电器的PCB是在这个地方 220V的交流垫 从这里连进去的 这里有两根铜牌 直接焊接在PCB上面 为这个充电适配器进行供电 这里有一个开关 我们都要把它焊下来 去掉这个PCB上面的焊锡 这是排插上面其中一个铜牌 这块是地线的铜牌 连这个开关也是经过3C认证的 这个壳底韧性还是非常好的 这块是适配器的板子 把里面的铜牌都把它拿出来 内部主壳底上面 一样的有PC主人材料的标识 内部铜牌的厚度大约是0.5毫米 所有的厚度都是一样的 这一片也是一样的 0.5插座黄铜铜牌的细节 给大家展示一下 电源撕配器板子 给大家展示一下 然后把它全部拆散 再来给大家介绍 Web的电路架构和元器件的情况 1.5插座黄铜牌的细节 这款航家M30牌扎 真是简约不简单 它采用了双层可体结构 一体柱数成型 材料方面 全机身选用的是PC主人塑料 我们后面会做燃烧测试 插座部分配备独特设计的安全门 防护到位 内部铜牌厚度实测都是0.5毫米 再配合外接一平方的线烂 用料不缩水 稳稳的大电流承载能力 整机设计充分体现行家一贯的高水准的制造功底 就连一个小小的保护开关都毫不含糊 选用了来自东莞上坡电器的产品 这家公司1991年成立以来 专注自动断电开关 属于行业内的老自卑 产品的可靠性自然不用多说 而类似的示威机部分 用的器件全是熟面孔 没有一个生批货 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把这些电路元件 好好的过一遍 来一波硬核解析 首先是EMI输入滤波电路 一颗来自东莞承认电子的曼容保险丝 规格为2A 250V 承认电子2002年成立 专注于保险丝等电路保护元件 贴片式NTC任命电阻 来自惠州金晴电子 这家公司2003年成立 主要产品覆盖NTC浪涌抑制 温度检测等场景 供模电感采用扰线式环形结构 用于抑制公平供模干扰信号 整流桥堆则选用了深圳沃尔德实业的 WRABS20M 规格为2A 1000V 沃尔德1996年成立 专注于整流器件与桥堆产品 高压滤波方面 搭载两颗湖南爱华电子出品的 RK系列的电解电容 单颗容量15V 耐压400V 爱华电子1985年成立 是全球排名前列的 女电解电容制造商 配合一颗公制参谋电感 完成整流后的高压滤波 撕配器采用的是准斜阵反击式架构 主控芯片为深圳BEV电子的 KP22081HWG 这是一颗集成高压MOS管的控制芯片 内置功率开关 无需外挂MOS 极大简化外围电路 BEV2016年成立 是一家专注高性能电源管理芯片的国产厂商 芯片的旁边配备了一组LC滤波电路 用于优化开关噪声与电源的稳定性 主变压器使用的是半封闭式铁氧磁底结构 比普通的变压器稍微高一个级别 利于控制漏感和辐射 隔离与反馈部分 搭配的是台湾一光电子的光偶EL1018 这家公司1982年成立 是全球光电元件领导品牌 外电容则选用了四川特日洋科技的Y1102M 陶瓷安硅电容容量1000匹法 赖压400伏 特瑞祥2010年成立 专注陶瓷安硅电容系列产品 负变整流部分 依旧是BEV出品的KP41662S机 同样是一颗类置同步整流MOS的控制芯片 驱动快速精准 整合度高 进一步提升转换效率 适用于高频快充输出 输出滤波电容使用的是台湾玉邦电子的CP系列固态电容 规格为820V法 赖压16伏 欲邦电子成立于1999年 是台系高品质电容品牌之一 协议控制芯片 使用的是深圳华原自信的HY5327A 这是一颗多口快充协议控制器芯片 支持2A2C 共四个USB接口进行输出调配 单口最大功率30W 华原自信2011年成立 专注于各种电源及快充协议芯片的研发 产品广泛用于快充电源 车充和充电站设备中 四个充电口内部的舌片全部都是蓝色 四个口内部触点都是采用EU镀金高品质插口 C口的壳体为不锈钢材质 它不锡持 两个A口的材质都是不锈钢啊 也是不锡持的材料 做工细节都是经得起考验的 这款行家的M30排X从外到内都是标准的工科出身 不靠浮夸造型取宠 而是用电路设计用料品控说话 适配机部分你会发现它完全没有使用不知名的元器件 保险丝NTC电容芯片等各种品牌型号都是有迹可循 这种不玩擦边不打马虎眼的做法 是目前排X市场上极其稀缺的阳性配置 排X内部的同条部分采用的是一体冲压式导电结构 有效降低接触电阻 提升载流能力大幅减少发热 内壳绝缘槽隔离做的到位 火线和铃线之间设有可靠的隔离槽 避免高压积穿 再加上壳底为厚实的主燃材料 并且抗摔耐热电气安全再上一层楼 如果你是追求安全 注重内部结构 愿意为用料付出合理议价的用户 这款航家M30排X可以避眼入 它不仅仅是一款插线版 而是一件低电压电力分配设备 对于需要长时间使用 功率密集型设备介入的用户来说 这种产品是投资型消费 一次性买对 十年安心 最后别忘了 航家自1995年成立以来 专注电源和电力产品 30年 做的是良心行业 用的是工程师的态度 这种坚持是你从壳子外面看不到的 但从电路里面一定能感受得到 测试为了了解 猜是为了真相 认真测拆 客观输出 我是迷火车斋 感谢各位老铁们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有你们的陪伴 才有我继续拆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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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